我要继续跟你们分享日期的资料清理 所以首先点常用 然后转换资料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针对日期 这个是交易日期 交易日期原则上 我不动好不容易拿到的资料 所以我就直接做复制资料行 就是产生一模一样的资料 接下来我因为要把它转成民国的年月日 所以我就开始分割 分割的小技巧是从后面开始分割 我先分割 依照字元 依照字元数分割 然后从最右边分割两个数 两个字元数确定 这个就是日 然后滑鼠右键再做一次交易年月日复制点一的分割 然后点选分割一 分不见了 不见了 那没关系 请用常用 分割资料行 从最右边一次往左 我要两格 然后确定 我从年月日 我是先从日开始分割 再来分割月 这样可以确保 我这个年是正确的 然后接下来把它改成整数 这一个一定是整数 你看它现在是不是就是整数了 所以我要把这个交易年月日 这个应该重新命名叫做民国年 民国年重新命名 你看我只要做的动作 所有的步骤都被记录下来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新增 新增把民国年转成西元年 所以这个就叫做year 然后这个函数的内容很单纯 就是把民国年加1911 快速点两下民国年加1911确定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请把它拖曳到这个月跟日的前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看他免费赠送的资料清理 我先把它改成整数 你看一下 他现在这边呈现的内容 是一千笔的技术 一千笔的意思就是说 他在PowerClear编辑器里面 你在做资料清理 他先给你自动抓取一千一千笔 让你来去观看一下 你的资料的一个分布的情形 所以他下面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资料行统计资料 那接下来我要把这是年 这是月 这是日 三栏合并 就是选到这三栏 然后合并资料行 用滑鼠右键点选 那合并的分隔符号 制定改成斜线 这个名称我就叫做交易日期 或者是交易年月日2 因为我希望说顺便记录 他其实是按照交易日期 衍生出来的 所以做资料清理就要点他 改成日期 这样子就以上就是 这样子就以上就是